你 还继续吗 我有一点疼 怎么了 没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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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可没教你这招 上次你来找我的时候 提出的还款条件 还算数吗 如果现在积极偿还债务 我至少可以保证 他现在其他的企业 能正常运营 不受到干扰 否则他所有的企业 尽量被风动 你再找我去为这事 你们程女贵 这也不是不再负责 蓝小婷的立官了 程女贵不负责 不代表我不负责 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手里的案子 我能让他跑掉 表现有效 不过现在还多一个副家点 来 来 看了 走吧 再看也不是你的小姐姐 啊 上次你可没说抵押担保 蓝小婷手上有多少资产 你比我心里更清楚 而且你们那个还款计划 一拖就是三年 三年之内能发生多少事情 你说得出来吗 而且你敢保证 蓝小婷手下的企业 三年之内运营不会出现问题吗 范村你是债权人 你会同意吗 要么资产抵押 要么找第三方做担保 这样对你们双方都有保障 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蓝总身在这样的情况 哪家银行哪家企业 会给他做背书啊 那就是你的事了 陶俊辉 来 陶俊辉 你把一个弱女子往绝路上逼 只会两败俱伤 你知道吗 蓝总她已经答应还债了 这些债务不是她一个人欠下的 一个人她有这么大的魄力 这么大的勇气 不应该给点支持吗 你要是不方便 我去跟你的代理人说 你们女人是最善变的 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 刚分手 扭头就跟别人结婚去了 还有什么不会变的 我刚才说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再提醒你一句 你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法院还押着一大波债券人的案子 要处理 你错过了这次协商的机会 谁都帮不了你 出去 要不告你性骚扰 谁愿意看 对 我刚从法院出来 现在所有的案件都在做病案处理了 我刚刚跟法官也交流了一下 债权人打官司不就是为了拿到钱吗 蓝总有还款的意愿是最好的 但是担保也是一定要的 我给丹萍也打过电话了 她说她也在想办法 我们能做的 也就这一步了 好 好 你怎么回事 没日后了 刚不是饿得吃药了吗 手疼 拍不起来 谢谢 我要点喝什么 做运动呢 不能很猛 要循序渐进 那边 怎么样了 银行不可能 只能看个人 但个人企业呢 投资风险又太高 除非 除非 除非化成为零 做融资 那就要找一堆企业来兜底 否则很难填补这么大的资金空缺 怎么了 你爸妈从那时候 有没有再跟你提起我 还想跟他妈二老过招 不是 我那天喝多了 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对不起啊 还好 那天你及时补救 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而且呢 那天本来就是为了我 我也没有那么不讲道理 话是我说的嘛 货也是我热的 我必须得做出一些补偿 不用补偿了 但是 如果你实在想要补偿的话 确实有一个忙 需要你帮一下 是吗 对不起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一件事 我可以做的 你还可以做的 你还可以做一个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感谢观看